欢迎收看快速玩戏 这是一档面向所有人的游戏流程攻略节目 本期游戏为密谱分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向着这个神殿深处前进 首先利用这里的水作为我们的一个垫脚往上跳 然后在这块射一键 使用这个撑杆跳跳上来 然后一路继续往上走 这边利用斧子砍墙 然后踢墙跳上来 注意这个鸟 鸟的话我们尽量不要从这侧 因为有可能会把它直接打下去 另外就是我们换一下队员 把拉兹米换成这个吞加 吞加在这个场景之中 对付大量的敌人是有着奇效的 另外这里的话 我们前边如果没有去铁王国 那么这块的话 我们将无法继续前进 这个是为什么上这一档 我们先去铁王国的 然后在这里的话 先把这几个鸟放进 稍微做到一点经验值 建议路上碰到敌人还是都打一下 毕竟这个游戏里面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好刷集的地方 所以这个打完以后 我们能多获得一点经验值 整体来讲的话 角色血量其实偏低 如果说不对敌人 这个进攻进行防御的话 大部分的情况下 敌人都可以在两到三块之内 把我防御这个单位解剩掉 所以这里经验还是比较宝贵的 另外就是对空可以直接使用飞比的这个抓头 也可以先扫到他再进行抓头 这种敌人的话有两个攻击 一个是像现在这样的使用爪击 另外一个就是冲刺攻击 防御的时机都要稍微注意点 所以整体来讲伤害并不上也高 依旧是可以用吞加的这个下架攻击 直接把他打上来 那么来到这里 前方的这个井直接跳下去 左侧的路是一条死路 下来之后的话会触发一段一小段剧情 这里的话我们得知 之前这个卡诺尔的女王 把他的人民带到了一个避难室 而这里就是这个避难所 注意我们投完那两个鸟 那两个鸟是永远不会进入战斗的 只要射一箭 他们就射一箭掉下来之后 最后攻击一下就直接消失了 那么我们这个阿依娜也是 是答应帮助他拯救在此地的居民 之后直接往左侧走 右侧的话也是正确的路 不过由于我们等一下再往下走是右侧 所以这样的话为了避免走回头路 所以直接是从左侧下来 然后跟这里的人大概对一下话 其实这一些家伙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一些情报和线索 更多的是一些小度机场的事情 鸡猫蒜皮的一些小事 比如这个纳努克 他很大块但他很敏感 不知道他在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东西 右侧的这个家伙正在拣选着完美的玉米 果然不会是南美的这一些南美风情 玉米这个东西很重要 不过从播种意义上来说 玉米和红薯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农作物 整体来讲的话 可以既可以当主食 也可以当腐的配菜来吃 对于缓解 而且有好重 对于缓解饥荒非常的有帮助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人物入队 阿希里 他是一名染料师 带着一个羊驼 这个羊驼打招呼的方式 当然不用说了 肯定是吐口水的 不过拉兹米对于这种恶心的事情 他都是很高兴的 那么由我们这边正准备离开 他也是叫我们停留下来 那这里的话要加入 看到我们是这个队员有多种多样的色彩 也是要加入我们队伍之中 在他加入队伍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人物的配色进行调整了 但不是那种非常细致的调整 而只是有几个方案选择 这个的话等于晚一点 我们可再进到这个精神领域去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他入队以后 我们还是继续发展剧情 继续往右走 右侧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右侧的路 所以这个等于是回去的路 等于是我们后面回去的路 那现在不去 在这块这个家伙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忘记你们在一起是更强大 我们聚在一起是比分开作战时强大的功 这里有很多的人物 其实我感觉应该是制作组的这个人 不过这个游戏的制作组已经解散了 好吧 真是一个另一个悲哀的故事 那么这块这个舍利战士获得不了 位置比较高 我们还需要学会新的技能 我們必須告訴 Tsitsi 對,現在你在這裡,你只能解釋它自己的解釋 對,解釋自己的解釋 真實,兄弟,別說同樣的事情 兄弟,我們必須解釋了一句話,是一件雙雙的事 沒有怎麼辦,聽懂 Noona到甚麼地方,她在上我 Hey,不在我們欺瞪,誰你呢 Yeah,誰 我是Achna,子女的男人,總統的執照 我想要解釋女人在中心裡 對,我也會再扛你 我們沒嘴巴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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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Nuna,如果你想看你的弟弟,就来个园里,Ajna,或者什么 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我认为你必须在那里 为什么他们永远想跟别人打斗? 只要在这里打斗,就把他们打斗 是的,我不理解你们 对吧 但不要关心,Nuna,我们会把弟弟带回来 这个双子所说的那种运动就有点类似于是印加古国时候 印加的勇士们所玩的类似于篮球一样的一种运动 但是还是有所不同,不过也是一种球类运动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要跟他们作战的话 就要去到这个避难所下方的经济场 在那儿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他正式的 也不是一对一吧,应该说是四对二的一个对打 虽然我们在这个场地上看到好像这个双子是只有一个人 但其实有点类似于替身使者一样的感觉 具体作战内容等一下我们再说 这边的话,这个叫做修齐皮里的家伙用一个牛奶作为占卜 你也不怕那牛奶坏掉 这样的话,然后我们继续往右 在这块的话,可以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地方 那是打不开 然后右边的路走不了 那个是需要我们等一下学会的新技能才能走得了 还是首先下来,这里有一个人对话 他说他说给了一个天然锦中的怪物 意义不明 在这儿还有一个人 那竹龙陷落后我们四处逃散 虽然我是想流浪生活 但没有了家 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竹龙的话有点 又就是指的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神话生物 但是这个游戏必然它是毕竟它是杂柔的嘛 所以什么都有 然后这个基因双组 一个是来说他是来办正事 另外一个说他是来度假的 好吧,你是来办正事还是来找乐福 NUNA! 你干什么呢? 你带着奸戏到我们传统的城市 啊 嗨,Ti-Ti 别害怕 NUNA 我认识你不成功 不是 我对不起,Nijone 但是我带了Ajna 她说她能帮助 奸戏是正确的问题 你必须回来到Haven 它不是安全外面 我们只是想保护你 保护所有人 你不明白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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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这些 然后脱出这里 呃 什么我做 我对不起,Ajna 好女孩 现在 HUNATCH ZBOTCH 照顾他们 对 啊 好 我们做到了那时候 诶,Focus,兄 准备自己 优优独 优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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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那女的手里抱的不知道是不是个茄子巾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一个就直接是要准备跟这两个人开打了 那么战场上的话是他只有一个人 平常的话会另外一个就是双胞胎中的另外一个人 会以防御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线 那么这个家伙的话 他的主要攻击模式就是他当时所说的那种运动 抛球 那么我们可以在就是完美防御的时候 就可以造成比较可以降低很多的一个伤害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家伙随着血量增加 他的这个抛球来会抛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那么在战斗之中也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他跑到场中间 然后跟他的另外一个兄弟击掌之后两个人切换 那对应的就是发生形象上的变化 但实际上招式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依旧是这种抛球 可以在关键的时间点再进行完美防御 就像这样的完美防御以后 当然完美防御以后的话 我们还是有可能如果是没有一支暴力防御剑的话 是会解除防御的 也就是会像刚才那样的再次被打一下 不过还好整个来说对方的一个血量并不是很高 然后伤害也还算能接受得了 我们这边即使不防御完全遭受其伤害了 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要注意当他的血量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的时候 他可以再多就是投一次也就是投五次 我们另外这个防御的话也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也重新架构的 不过这一次的战斗的话他没有进行击掌 注意击掌本身这一招也是有伤害的 而且这个是一横排上的角色都会受到 都会受到伤害 它是一个范围的伤 所以我们如果说他过来击掌的话 那么防御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要使用群体防御 所以他恢复防御 恢复防御姿态以后要破防 然后再进行输出 那么这个单位跟之前我们看到的铁王国的士兵不太一样 如果我们使用极限剂把它破防了的话 那么他就真的就是破防了 就像那种士兵 士兵的话还是会恢复 这个姿态的 这个标血量已经见底了 血量就是一股过去 也就是把它干掉 另外就是说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个可以加入我方的 但并不是必然加入的 需要我们在后边的时候触发一些特殊的条件才能让他入队 当然他入队的话依旧是算一个单位的 这个兄弟两个人的话感觉并不会同时出现 这样的话成功战掉之后 我们依旧要前往去寻找蛇后 不过蛇后在这个必经之路上设置了屏障 我们需要先关掉四个涂汤 接下来的主要事情就是把这个涂汤解决掉 are you sure this is a good idea she may have built this barrier for a reason yeah to enslave her people you're still too much of a follower to see what's going on I'm well I guess I'm not sure that's right so we're doing this let me show you how I did that thing with the vines it should come in handy 这样就学会了自然之用 那么我们的弓箭现在可以定住敌人的这个敌人了 不仅仅是在有刺的墙壁上生效 那么之后的话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走 我们先往右走 右边的是有两个图腾 左边也有两个图腾 对应的刚刚好是四个 那首先我们这里先是往上走回来 图腾要去找的位置就在这个 看一下地图在我们前边前面的那个场景往下走 就可以去寻找到图腾了 我们这儿的话先是上来 然后这里利用我们刚刚学会的技能 操作的方法跟往墙上射这个花是一样的 都是按住RB之后再按一下X 然后再放键放出去 这样就会把敌人定住 好到这儿的话稍微注意点 不要被墙两边这个抓住 这儿出现有新的敌人 一个手持着龟壁像是羊一样的 他的话要注意 他的攻击是一红牌都有效的 并不是单体 虽然说他显示的时候会显示一个单体 所以当他攻击我们中间的两个单位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群体调遇 那么现在由于他攻击的是达尔 达尔的这边只有一个单体方面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这个乌龟 那么这里还要更正一下 就是关于上上期其实有一个不正确的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又说什么了 这个带椰子壳的青蛙 当他就是把椰子壳放到地上的时候 就是准备下雨的那个状态下的时候 其实是只要受到一定次数的攻击 就会解除他这个状态 那么吞加就是最好的一个 当然吞加的话 实现有最好的 对抗这招最好的一个角色 那么他只需要按下加攻击两次 就可以把对方直接给打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带这个吞加上场 另外吞加本身的攻击力 由于之前的一个手力的强化 也是变得更强了 那么在这块的话 由于高度的原因 先上不去 先不管 然后过来 往下走 注意别边刺儿扎到 这块有两条 一条往左 一条往右 我们先往右 右边的话 马上就能碰到一个这个 设计还有一个图腾 我们先把这块 守着的这个怪物 解放掉 这里攻击的 有一个优先级的话 是优先攻击 这个拿着灰壳的灵羊 他的话 由于是范围伤 所以比较凡 青蛙由于这个攻击 比较好躲 所以 而且他大部分 而且他有可能会陷入到 那种回血的状态 因为他这个回血是单体的 并不会打个队 他的队友跟着一起回血 所以没关系 先把这个灵羊干掉 现在就是剩下的这个青蛙 这个应该是被的椰子壳 注意青蛙的攻击模式 一个是冲 一个是 就是一个是变成椰子滚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 拿壳砸人 进入到这个状态 接下来吞加有两个行动力 这样直接利用这个下降攻击 把打出来 那么对方就无法使用这个 刚才那个状态上的 新增了几个技能 之后再依旧继续输出 他又限制了 这里女主的话 看伤害虽然是比吞加高很多 但实际上给大家看 只有利用吞加这种高攻击次数的 让他打出来 直接一个上条了 干掉 那么这块要注意 跳上去以后 及时放一个花 当然也可以在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就可以放了 因为这个花 其实影响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这块的话有两条路 先往右走 这个是用错了 应该是先把它射一下 不管我们先拿一下这个设立 稍微等一下 这个是有时间的 跟在墙壁上开花技能是一样的 过一会就会击中消失 那这以后我们再打一下 趁他们没有分散 全是进行一波先制 这个一旦撞到敌人身上之后 要最快的对敌人 当然趁他们没有障碍 那我就可以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么另外就是 如果说我方先制进战斗的话 行动槽是满的 这里没有进行走 没关系 还有血量还比较充足 不得不说达尔的 由于有这个大敌之印的范围 再加上他的一些高伤 在目前为止的战斗之中 都是一定要让他登场 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局 这一个灵羊也被盖掉 剩下一个残血的青蛙 再稍微等一下 如果对自己这个时间把握 并不是很有信心的话 那么一直用着防御也是可以的 虽然说防御的过程中 是要消耗掉大量的灵气槽 这个图堂只需要站在地上的光圈里边 然后摁住B键来进入到冥想状态 就可以自动解除了 不需要特殊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还是进到精神领域来看一下之前 加入到队伍之中的染色匠 他的画位置就在左侧 一直往左走 跟鲁娜是站在一块的 那么他的染色是一个固定模板的 我们可以进行选择 然后上下键是选择具体哪一个调色版 然后左右键是选择对哪一个角色使用调色 每个人的角色都是有多个方案可以进行选择的 当然如果说调色版右边有个精彩号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一个颜色还没有解锁 不能用 需要完成一些特定的一个条件 由于这个东西并不会影响战斗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各位自行去探索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先跳起来射一键 然后右边的话是没有路可以走的 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是上来这样子扒住 然后往左走 这块看一下地图 右侧是一条死路 然后在这儿拾取一个舍利 我们现在有14颗 再拿到6颗舍利 凑20个 我们就先去升级这个攻击了 然后继续往右走 这个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地方 射一键 然后冲撞 新战斗 群体开始撑到默奥身 暂时暂时一键 暂时一键 打不出 这里面比较有威胁的反而是这个青蛙 因为这个鸟很好说 水流飞 攻击模式 我们该一 这里刷一个 直接就打下来 然后全球再输出一波 干掉一只鸟 然后还剩一颗 那么这个没有防止 达尔趁现有的这个时间 赶紧给自己 恢复一点这个大地震 后边的话 我们还是用得上吧 没有大地震 有没有大地震 的话达尔的伤害 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然后继续往左侧走 这个鸟的话是波及战斗的 使用刚才学会的技能 把它变成我们的电脚石 然后走到这边 右边那里是我们回来的路 先不管 然后下来之前 可以先往墙 正常的应该是往墙上放一个花 然后利用这个花往下飘的时机 然后再往右走 当然这块的话 如果你不想这么搞 也可以像刚才那样的 撞一下前边的刺 因为那种刺的话 只是让舞蹈车伤害 并不会直接传送回上一个传送点 然后利用受到刺以后的这个音机时间 然后直接套到右边的这个安全的瓶梯上来 前边这里是有这个冲蛙 注意到属下 这波防御还可以 然后继续积攒大力之力 如果没有 对于这个防御没有 实际不着 那种事情的话就直接按防御 毕竟单体防御一些消耗比较大 主要是群体防御那个人消耗比较大 这样还剩两只 这样这样防一下 防一下这样血量下降的速度也没那么快 两只都干掉 接下来继续往右走 然后这里的话就要先在墙上设一个花 然后下来挂在这往右跳跳到水中 利用水作为一个垫脚继续往前走 再次碰到这一种瓶梯罐 这次是两只单独的这种瓶梯罐 我们就把它解决掉就好 另外就是吞加的这个技能 也是可以积攒大量的一个灵力槽 如果防灵力槽位空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 刚才就是一个注意 他这个攻击是单体 但是要使用群体防御 比如说的话 同一行 另外一个单位就一样会受到伤害 这个就快没想 再打一下就倒了 我还剩一个 剩一个就简单了 那么由于敌人的血量并不是很多 还是让达尔给自己加以他这个大地之印 这等下的话我们就要去打 打一个小boss吧 就是一个道中一样的boss 也不是很强 但是会有一些特殊的技术 另外队员的话不建议换 就是前面这玩意 长得会像一个乌龟一样的 这个加奥的话身上穿着重脚 所以我方的远程攻击 比如说像我们的弓箭手的攻击 就没有什么用了 当然了就是包括我们的飞比 他的下架攻击 如果前面没有接这个抓头的话 他这个下架 他这个射出来这一件也是伤害是不足的 另外注意这个加奥的群体 是一个群 用着很多群攻的技能 然后他的托人状态的属于行 这家会有三种攻击的 一种是像刚才那样子横扫 一种是过来拿自己用嘴咬 还有一种是跑到人的面前 然后这个是转 这还有还有第四种 一共是四种 然后还有一种是跑到前面 然后利用自己的龟壳往前移 这四招 稳的和这个手抓的都是范围伤 然后咬了那个钻石单子 我血量的话还是比较少 我方的主要自己角色的输出都还比较高 这是防御住了 五百多点伤害 另外就是这个 这个一滚 然后利用尾巴一拍 这个的话是一横横上也伤害 好直接干掉 然后右侧就有一颗设立 这样我们就15颗设立了 然后在这里把这一个图腾给他毁掉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毁掉了两个图腾 接下来就只剩下两个了 不过本期的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我 您还能看到更多游戏流程视频 您的关注和点赞 是我制作视频最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